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呢 我上班我怎么接电话呢 你就是为了养鱼吧 那个先别吵了 我们换个地方好好聊一下吧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快一年了 那在一起还蛮久的 怎么就分手了呢 问他就别问我 问我 问我干嘛 你得让我说呗 我们两个在一起快一年了 练情都不公估 天天跟那帮同事还是男同事 出去喝酒蹦迹去 那咱们公司不允许办公室练情 你让我怎么公开呀 这就是你不公估练情的理由啊 那你们分手都去 全公司都知道了 我估计没有一个人能知道 那不是你非要跟我分手吗 之前不是挺好的吗 挺好的 你摸着自己良心问问 那叫挺好的啊 每天下桌跟做贼似的 躲着领导躲着同事 有一次你连通知都不通知 我直接就走了 那等着咱俩被发现 办公室恋情都被开除啊 我为了你这份工作我都死了吧 我换的是新工作 你不还跟那帮人鬼混去 什么叫鬼混呢 那都是同事 吃个饭喝个酒聚个餐 很正常的好吗 正常 玩到晚上五六点 不接电话 晚上还不回家 你管这事叫正常 那我不是喝多了吗 我哪知道 我被谁送到哪去了 咱俩这段感情 你真的认真过吗 每天我拿我的热脸 去贴你的冷屁股 因为一点小事 就给我发脾气 上次邪没给你刷 把我手机给我扔了 那我让你刷鞋 你为什么不刷呀 我第二天要穿的呀 那天各部门都在开会 我每天晚上累个 轰轰回家 还要给你刷鞋 再说刷完之后 第二天能干吗 我不管 我让你刷 你就得刷 美女 你这样是不是有点过分 我过分 你们是谁召来的呀 这还叫过分 你这是小乔子了 那微信里互动的男生 都能凑合足球队了 那些都是同事好吗 那你让我谁 都不跟谁说话吗 那你不会拒绝呀 你不会不聊吗 说到底 你们还是想跟他们聊吗 我能跟他们聊什么呀 你能别这么想吗 聊什么 你自己心里轻图 你能不能别总这样 咱俩有什么 能好好聊吗 你这样闯一下 也没有结果 要不你们单独聊一下 算了吧 咱俩真的不合适 咱俩对待爱情的方式都不一样 别勉强了 你别走 你站住 我爱你 怎么就失去理解 我爱你 怎么就自以为是